除了交通服務還熱衷各項公益的景廣台中台 在9月8號舉辦了空中傳愛晚售鑽血的活動 鑽血除了對自己有一些好處之外 更重要的是能夠幫助他人度過難關 上半年度因為疫情影響民眾減少外出血酷告急 報分台長說感謝各個單位舉辦好康又免費的活動 讓民眾可以共襄盛舉 今天現場就有許多熱心的民眾前來參加鑽血活動 現在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現場吧 景廣台中台這場空中傳愛晚售鑽血的公益活動 2020年9月8日上午9點到下午4點 在台中市黎明辦公區禮堂舉辦 景廣台中分台長鮑敬納說 次次活動聯合了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隊 台中市消防局 高工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 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 台中市中醫師公會等十多個單位 現場有交通安全宣導 毒品防治的趣味問答 提供免費的豐富獎品 還有中醫師議診跟健康諮詢 所以吸引許多善心人士前來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現在疫情的關係捐血人又更少 所以我們還是會持續辦每年都會在3月6月9月辦一次的那個捐血活動 那很謝謝這一次就是非常多的那個企業家能夠共襄盛舉 投入這一次的那個捐血活動 在今天警廣台中台的捐血活動當中 回他路基金會 陣容職場 CSD中衛 冠聖等企業都熱心贊助 民眾只要捐血250cc 就可以獲得飲料一瓶 衛生紙一串 中衛彩色口罩一片 甚至還有免費休閒鞋兌換券一張 捐血500cc就加送環保餐劇主 關聖企業董事長盧俊明幽默地說 雖然他不方便捐血 但是可以捐血 鼓勵大家做愛心 警廣的服務很多 但是上個禮拜我聽到這個捐血的活動 但是捐血的活動呢 我覺得我有捐血可能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想別人可以捐血 那我不如捐血子 然後我來感謝這些捐血的人 我覺得這樣子也是另外一種愛心的表現 警廣台中台收聽的範圍包括 台中 彰化 雲林 南投 新竹 苗栗等大中部地區 除了報導及時路況提供交通諮詢服務之外 也展現愛心跟善心 每年都舉辦好幾次的捐血活動 希望提倡助人最樂 晚秀捐血的公益理念 記者陳文旭 李嘉金 王瑞彤 劉文軒 台中報導 舉辦 市中李嘉金 王瑞彤 由在為二方 queen! 在採儀水中心 王瑞 135年 mob在於三方